测试那些网络热门出装 吸血凯 先看卖家秀 三 四 五 六 我杀我完了吗 八剑六的宝剑 三剑五的吸血 哇嘲兄弟牛饼 你这是一道看到了大动脉格式呢 该问这是什么出装 什么的 兄弟们 那就开始装命令 红色的命令 是个火焰 是个火焰 嗯 好了 绿色的命令 带是个影音 是个影音 嗯 OK 蓝色的命令 是个堵碎 是个洗血道 是个洗血道 OK 绿色的命令 添红椒 嗯 好了 绿色的命令 添猪肝 猪肝不不辣 嗯 OK 然后 不如名为 添卫生剑 好了 装备 装备是什么 我的好兄弟 这个装备是 打业道 公宿鞋 无尽 吸血道 融射 爱因江湖 说的是你 年华一块 消毒酒精一瓶 要买的一条 紧买抽血针一纸 拆血管一个 最后再来一个 护士小姐姐 开始了 这颗心 像心情一样 回火 来 后遇的伤害太高了 打架 吃 嗯 开始了 和吸吸伤害怎么样 我的好兄弟 不开玩笑了 吸血凯 到底是宝菌还是宝马 还得用实战来说话 而我对此的评价是 阳并软 首先蓝色明文带的十个多脆 前期玩起来就非常的难受 也怪也怪刷半天 支援支援还慢的要死 再说说吸血 在团战的时候 你会发现 打在敌方英雄身上 其实回不了多少血的 因为但凡对面做了护甲 或者是身上有护盾 还有你自身有没有打出暴击 这些因素都会对你的吸血量产生影响 而且这套出装攻速也比较慢 A的次数少了 回的血 那更不可能高到哪里去 有人可能会说了 谁叫你打前排的 你打射手不就能回了吗 那么这里就要引出另外两个问题了 第一 打野凯本身没有位移 而且明文还不提供移速 甚至连防御装都不做 睡得跟纸一样 还没摸到后排 自己基本上就被封筝死了 第二 就算要你勾到对面后排 现在是什么版本呢 法球流的天下 什么法球流后翼 法球流敌人杰 钢筋流鲁斑 右刀流公顺利 到处各种满天飞 段位稍微高一点呢 哪个射手不做点用啊 那么凯出吸血就真的没用吗 有用 至少在你团战过后 实在不想回家的时候 他可以为你续上一命 除此之外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我说的对面 我的好手姐